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全中国增光 香港作为香港的市民也感到自豪 当然是激动 尤其看到中国旗在那些地方升上来真的很高兴 赶紧鼓励 中途女朋友 我好紧张啊 狼皮教授可以请问你吗 你好 我知道我就是想要带他们去带球的 一生日打牌之后可能每个运动员的方向就是这样 然后我想问你 我觉得刚才中国旅排的分享对于他们来说是有很大的鼓励的 因为刚才中国旅排很多球员都有提及到 怎样去面对伤患啊 怎样在一些低处的地方捱过来 那我觉得这件事是对于所有运动员都是非常之有鼓励性 那我觉得令到他们 我们看法他们怎样去梦想进发 这次训练之后我是见识了很多了 就是明白平时都是在家里或者在洪馆里看中国旅排的比赛 但是这次可以这么近距离接触中国旅排 还有可以跟他们一起训练 就是会明白了很多那些 他们平时是怎样训练那些方法 很激动 很兴奋 很开心 看见他们拿到金牌很开心 我们要有中国旅排的真神 中国旅排的精神是什么样的 生不交 掰不拟 因为有中国去年轻人 那些投资了 老师都是让他们看得比赛 对你好 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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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